特斯拉将工厂搬到进步会 要做能源公司提高人类生存确定性 一位车企人士告诉财经无忌 今年汽车展区最大的看点就是绿色出行 智慧出行 去年虽然也有一些新能源汽车展出 但还是处于向往阶段 今年这个趋势明显增强 事实的确如此 为了更好实现节能减排 电动化成为各家车企减碳的一条重要路径 财经无忌了解到 在上海超级工厂 特斯拉自主研发的生产制造控制系统 具备人机交互 智能识别及追溯功能 可深度应用于整车制造等各环节 特斯拉压住车间装配有全球最大的6000吨压力铸造机 可实现Model Y后底板一体化结构 180秒快速压住成型 将70多个零件减少到一个零件 财务数据如此好看 与交付量有很大关系 而交付量正是原自产能效率的提升 从2015年开始 特斯拉首次推出Powerable产品 主打家庭储能以存储互用光伏电量 2016年收购SOLA4T布局光伏发电 利用SOLA物费产品抢占互用光伏市场 2017年联合南加州爱迪生公司 推出面向小型公用事业 和工商业的储能产品Powerback等 资本市场对特斯拉的光储充一体化产品同样看好 从安装机方式上来看 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 集中式光伏 是利用地广人稀地区的空地 及太阳能资源构建的大型地面电站 是目前国内光伏市场最主要的形式 分布式光伏则是在用户所在场地 或附近建设运行的光伏发电设施